2021年12月3日,中老铁路正式通车运营,一带一路倡议,与老挝、陆锁国变陆联国战略实现网美对接,老挝迈入铁路运输时代。 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离不开专业铁道人才的支撑,为助力老挝破解人才难题,原老挝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项目、教育能力建设及教育技术合作实施项目,落地昆明铁道职业技术学院。 目前,第一批老挝学员32人正在昆明学习,完成为期两年的学习后,他们将成为老挝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首批教师,承担起为老挝培养铁道人才的重任。 中老挝铁路是三平和旅客运输的重要通道,也是中老友好关键的证件。 中老挝铁路开通输要大量的专业人才,我们个人也对条路非常感兴趣。 我选择来这个学校学习,因为现在中老挝铁路开通了,我想学习完了回去,当个老师,教学生能教他们掌握学习的专业。 老挝对铁道专专业技术人才需求迫切,因此老挝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选拔,吸引了大量人员报名。 但只有像林英乐和彭丽来这样,有一定相关基础,并通过层层筛选,才能获得赴昆明学习的机会。 我来学校,我非常地开心,非常地聚好,能够代表了我来到这学习。 我来这里以前,我中文还没好,现在我中文好,好多了,我可以跟他们聊天,跟他们生活学习。 看到他们在上场玩,我就问他们,你好,我是老挝人,我也有一个中国朋友,他也对我很好的,我不懂什么,我也可以问他。 老挝学员们为了梦想来到中国,尽管在学习中有着各种各样的难题,他们都努力坚持学习,现在他们已具备基本中文交流能力。 除了理论学习,让老挝学员最感兴趣的就是现场教学,这里不仅有真正的高铁列车,还有按1比1比例搭建的铁路隧道,桥梁,站台等设施。 先期我们主要是以中文培训,第二呢,是以专业基础课,铁道概论这门课程来进行学习。 老挝这些老师,他们的学习这个积极性,主动性是很高的,礼拜六礼拜天,他们都很积极主动的来学。 看到我的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,我也感到非常自豪,我希望如果铁路可以开通到老挝,我要带爸爸妈妈,姐妹们,朋友们来中国玩,来昆明来。 还有我要建议我的朋友,做一个蓝商号去老挝,去老挝铁道职业技术学院,看看我的学校怎么样的。 作为老挝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教师,我会努力学习为老挝培养更多的铁路技术技能人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